今集只想旅行團帶大家來到東京 我們首先會去一間有90年歷史的米舖 由日本五星級稻米專家教我們選美 那裏有超過50種口味的飯糰 每天由人手新鮮包出來 我們現在就一起出發 Hello 大家好 我是Homeman 歡迎收看紫相旅行團 講起日本米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其實都有很多很多款 今天我們去到木克區 打算請教日本五星米博士西島先生 他買的日本米就是日本之最 而且他還有一個特色 他就可以根據客人的口味和飲食習慣 而去推介不同的米給他的客人 那現在東京就還在這個緊急狀態下 我自己煮飯的事數都會多了很多 那我的米都吃得七七八八了 那一於今天我們就去請教他 看看他可不可以介紹到什麼特別的米給我們 來吧 來 走吧 那根據日本的龍林水產省呢 日本的道米頭三位分別是這個 新式北海道和秋田園 而最少的是哪裏呢 就是這裏了 東京 好 我們到了這個創業超過90年的 Suzunobu日本米專門店 那這間店裡面也有超過90款的日本米 然後店主也是日本少有的 日本米五星級專家西島先生 店主西島先生是日本米穀零售商業合作社聯合會 評出的五星級道米專家 對各種米的口感、橙地、知識都療如指掌 頭銜分別有三粒星和五粒星 而西島先生就是最高級的五粒星 米店跟我們一般香港傳統米店都有些分別 店裡面一個一個玻璃透明儲米箱整齊排列 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品種的色澤和米粒的大小 而這裡買的米都是未經處理的原米 當客人選好就會直接在店裡面的蒸米機上蒸米 脫去表面米看變成我們平時吃的白米 這部機就是把一些好的米和不好的米分開 這樣它分開了這些正常大小的米就會去到普通 這裡的這些已經是小了 那些碎米完全是不適合的 那些碎米就會去這裡 我剛剛問了它這些米會怎樣用 原來這些都只是會變成鳥仔的治療 這些不會被人吃的 但是說真的如果這些可以免費地拿的話 我會想吃這些米 對不用錢 我們平時在日本買到的米其實都有分等級 而在超市裡面買到的通常都是SA或者B級的米 但是它這間米店賣的米 全部都是SA或者SS級的 而最高級別SSSA標準就是代表 無論米粒的大小損傷程度 色澤外形都是質素最高 比重達到70%以上的米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 它們只是月光米都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在Suzunobu賣的米大約有90多種 從西日本的九州到東日本的北海道 生長環境種植方法不同 對米的質素和價格都有分別 它們必須高的東西是美味的 對 因為我喜歡的 喜歡的 對 那一番高的東西是哪一種 一番高的東西是魚沙 它們最貴的就是這款米 Suzunobu賣莊米 也是不如酒的康熙光米 它這個米一公斤已經要1500日圓 港幣差不多要過800元 已經是平時可能買到5公斤米的那個價錢 但是我也問了它 那貴的米是否也比較好吃呢 這樣就不是的 這個也是個人喜好的 所以剛才店主他都喜歡吃的那一隻米 都是不是很貴的 可能就是這個 727日圓一公斤的 都是康熙光的這一種米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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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適合早餐吃的米 又或者晚餐吃的米 又或者日本米裡比較多的就是 可能黏性比較高的米 或者沒那麼黏的米 口味可能會比較淡的米 會有這樣的分別 聽了博士說這麼多種不同的米 就嘗試根據我自己的喜好 和飲食習慣 看看他會不會介紹什麼特別的米給我們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米 但他們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米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米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米 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米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表 他們也有不同種類的米 只是月光米也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1 2 3 4 5 6 我數不完 應該還有其他的 7 8 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之後有些不同的產地 其實他們都已經分開了不同種類的味道 有些比較適合晚上吃 有些比較適合早上吃 那我又跟他講了 我以往吃過什麼米 然後我想要什麼類型的米 他又介紹了這個 我都不知道 草引肌炎米 Kinu Musume 他這隻米 在一個島上做的 而且是西日本的米 來到東日本比較少 然後這個Kinu Musume 這個品種 其實只有兩個地方會做的 所以在東日本吃到這隻米的 機率是非常少的 在這個地方來說 也是比較稀油的一種米 現在要買一袋 兩公斤 哇 馬上蒸米 如果不想買兩公斤這麼多 這裡最少可以買一公斤 我幫我挑選的就是出來了 就是這一袋 對 特選 Kinu Musume 那些米剛剛蒸出來 熱熱的 他們雖然叫做Musume Musume就是女生 但是這個是男生 是有原因的 就是特意的 因為叫做Musume 但是給一個男生 你就會比較容易記 唉 我明明想要Musume 那在他們的米的package上面 有隻貓在那裡 這個是為什麼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意思的呢 原來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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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多米的地方 就會有蛇 有老鼠 所以他們的傳統 全部都是會養隻貓 然後我問了他們 是不是真的有隻貓 去到的呢 那真的有 原來是在三樓那裡 是養了隻貓 那帶大家看了這麼多 優質的日本米 是不是很想馬上試一碗 而我知道在大寵 有一個老字號的飯糰店 他們用的是 新式的越光米 還要是即叫即整的 一於去試試它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大寵站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吃一間 非常老字號的飯糰店 開了六十年了 其實我之前也是住這邊的 但是那間飯糰店 就排太多人了 每一天都是很多人 排到整條街都是 所以我也沒什麼機會試 那麼巧 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試試它 好幾年 60年前 60年前 主人が始めました 60年前 私がお嫁に来たのは 44年前 44年前 今はもう握る人が3人いるのね だから 私は今あんまりやってないけど 10年くらい 朝から夜までずっと一人で握ってた時のことを入れたら 1日 1日 少なくても800と計算して 10年って7日 800でしょ 400万個ぐらい 多分それより多いとは思うけど そうですね その計算は 每日800個年 1年年300日 その計算は 400万ぐらい その計算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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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内は3人 3人 その計算は 1,000〜1,500ぐらい その計算は多大 皆さんが想而知 ご飯が大事 ご飯大事 コシヒカリ しかも 知ってます? 団団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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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のところに 普通はお米って平野って 平らなところで作ると楽じゃないですか あえて山の斜面に狭い畑を作る 田んぼを作ってやる 夏 夜 すごい気温が寒くて 昼間暑い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お米にはいい 岩船の下でämäピールの 棚田で作ったお米 美味しいです 水がきれい お米と はいみつも 蘇溔に Pale Ale 他們選擇的月光米是在山上種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山上種的米會比較好吃 而且米會比較強壯 因為山上晚上會有溫差 所以那個溫差會令米生長得好一點 喂~~ 這是10公斤的 10公斤 這個一天 1、2、3、4、5、6 60公斤 10公斤而不是60公斤 所以是日本人稱為1秒 以前被拋住的 1秒 60公斤? 60公斤 1日子 這個可以嗎? 這個可以嗎? 是的 10公斤 這裡就是10公斤 1、2、3、4、5、6 6袋的米 他們每天會用這麼多米 哇 普通常我一人只有5公斤的米 1年也吃過了 1年? 你吃過了嗎? ちょっと待會 這個匙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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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 香氣就出來了 他們這個紫菜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要軟 不是沾飯上去的時候就會很硬地咬不下去 就不太好 而且他們原本這種紫菜 味道也非常重要 老闆娘說 一放了飯上去的時候 就會立即有那個紫菜的香味飄出來 對 我吃了一瞬間 你會看到嗎? 他們還有一個很講究的就是 他們浸米的時間會比較長 普通我們浸米可能是浸20-30分鐘 但他們就會浸30-1小時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們是為了令米更加硬 那些飯他們要硬一點做飯糰才會好吃 這樣他們浸得久的時候 那些米他們每一粒每一粒就會有一個coding在上面 這樣他們那個飯煮出來就會硬一點 就會好吃一點 握的時候 然後把空氣都放進去 然後把空氣都放進去 看 空氣都放進去 好 一粒 一粒 對 這粒 很固定 很固定 這樣他們用的米 就是熬全產的米 就會比較硬一點 而一般的月光米 就是魚召產 高級那種 可能是用來做壽司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那種米會比較黏 然後他們這個熬全產的就會硬一點 比較適合做飯糰 真的 新式人才會懂這些東西 我們不懂 對 Lanking Lanking Sujiko Saku 這是短片 這是二個一起的 哦 現在這個方法是人氣的 對 蘭紅和肉粥粥粥 我現在可以的 蘭紅和肉粥粥粥 Bongo的飯糰口味 一共有五十多種 飯糰的價格 在二百六十日圓到六百日圓 左右 如果覺得有選擇困難症 可以參考十大人氣口味菜 一邊就是雙拼口味 另外一邊就是單一口味 我要這個 輪黃和肉粥粥粥 我就是雙拼口味 但每次都在鑑紙上 不是雙拼口 是雙拼口 今天你說得很好 很 répondre 好 現在是3分钟 是3分钟 是3分钟 有料 谢谢 我已经吃了 我现在吃了 我吃了 吃了 哇! 現在 這個飯糰很大 不單是面上有之外 裡面還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標準的 很好吃的飯糰 好吃 普通吃肉? 普通吃肉嗎? 真的 我買過但這是太醜了 非常好 那怎麼辦 要香港的肉食等 手放了 會變硬 時間等於是 而且是在冷藏沫裡放在中 在冷藏沫裡放在中嗎? 對 真的 是啊 嗯 是啊 所以 温�ologne oret鴨 我的意思 我今天想要去做一盒子 我想要去吃我 сначала 我最近要去吃我 我今天想要做很多人 不是吃香港的 但我只是要去做很多人 但我真的想要去吃 最初是大変的 我想要去吃 每次看到客人的愉快 看著客人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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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只能吃了一碗 所以我吃了一碗 我吃了一碗 一碗一碗 好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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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飯團的日文雖然叫做 但是它還有另一個意思 就叫做 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而老闆娘都非常注重這件事 就是很喜歡見到客人吃飯的時候開心的感覺 香港的各位 歡迎來臨 各位待會 請待 可以吃到老闆親手一個一個人做的溫暖飯 和一日不是一千個 絕對不誇張 飯糰又吃完了 那我們就回去看看 剛剛米博士介紹的米有什麼來頭 現在就在米博士拿一包米回來 就馬上開出來試試它 厲害 剛剛好一口 來吧 之前米博士教我 洗米的時候最好不要一直拆洗 快速攪拌十秒左右 就要把水倒了然後再重複一次 因為洗過的米混濁的水 就很快會被米吸收進去 而且還會洗不走 所以第一次洗的時候 動作迅速就十分重要 這一包就是我之前吃的 Yume Picari 平常普通超市都可以買到 這個就是 Kinu Musue 就是米博士介紹給我的 就看看它們有什麼分別 你看看包裝都高貴一點 這個好像 開了嗎 很黏 嘩 它 是真的 是真的香一點的 而且 你看看它的米真的有點不同 它是長一點的 雖然長但不會像泰國米那種 那種感覺 它是真的很黏的 吃飯吃飯 真的可以 怎麼說呢 我又不是什麼食神 但是 它黏得來是有少少 那種分明的感覺 它這個Kinu Musume 跟月光米 又或者其他再淡口味一點 例如Ziyaki味 情天霹靂 這一類米 比起上來 它的味道的平衡會好一點 你問我我自己會這樣覺得 那我剛剛就試完米博士介紹的這隻米 它的口感的確就像它說一樣 就挺有趣 和平常在超市吃到的都有點不同 但是就好像米博士說一樣 那選米呢 最重要就是要選對自己的口味 而不是要選最貴最漂亮的一隻 大家說是米呢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